全球经济受到疫情影响下滑 导致不少家庭生计中断 有见及此 台湾一间社福机构发起红包捐赠计划 并找来黄紫娇担任公益代言人 为了深入了解低收入人士生活状况 娇娇早前还以一日社工身份 探访一个弱势家庭 这一天他出席记者会的时候 也有分享当天做义工的感受 当天去的时候我有点忐忑 因为很多的事情我都没有经历过 包括要去在大风里面骑车 削芋头 可是后来我发现当社工很快乐 很满足 因为你在付出的时候 其实你也得到很多的感动 当然也就更加敬佩日常的社工 世界展望会的社工等于365天 几乎都在台湾 离岛各个角落做这些事情 我只是去做一天 很佩服他们 也看到台湾有很多的角落都还很需要社工 还有社会大众的关注 所以回来的时候 我是满满满满的感触 也很谢谢这些社工的努力 还有这些家庭的笑容 虽然他们相对来讲比较辛苦 可是我发现他们的任性无比强大 而且在社工的照顾之下 都对未来依然抱持着希望 这是很了不起的 逆风前进是最难的 所以也许各位观众朋友心有余力的话 也可以来支持一下 每年年底到农历新年前夕 都是娇娇最忙的日子 但现在基于防疫因素 不少公司都取消尾牙大型聚会 所以娇娇接下来终于有时间 和太太孟耿如拍拖 享受二人世界 我们其实都很日常 这个没有特别想要怎么样 因为过去该回娘家什么 该 我们早就已经这样在经历了 就没有说一定是结婚前怎么样 结婚后怎么样 确实是她有希望我们去市场走一个 她觉得那种夫妻一起走在市场的画面很温馨 我不知道她是看了什么电视剧还是什么 突然间跟我发出这个邀请 市场走一个 对 就是超市也可以 她说她觉得那个画面很幸福 不是耿如 不是对焦信 不是 没有 她现在已经 我就跟你讲 最近已经大突破了 非常棒 非常棒 我以为是一时兴趣 没有 持续的 持续的 持续的东西是这样的 对 我很开心 所以 因为像那天我要去这个一整天 然后我回家的时候发现 好整齐喔 因为通常我都累得半死 我回家 我就可能还要再忙一下 结果她最近很棒 好看 好看